雖然這回颱風的路徑北移 預估不會登陸 但就怕外圍環流 會為台中地區帶來致災性的風雨 台中市的都發局 也啟動了危險廣告招牌的巡查 拆除了640多件的廣告 而台中市的氣象站也提醒 這兩天沿海區域 可能會出現9到10級的瞬間強震風 而山區累計雨量也有機會達到300毫米 民眾務必提前要做好防災的準備 大型機具來到馬路旁 要趕工將逐價廣告拆除 即便這回颱風沒有登陸 但結構扎實 台中地區還是出現驚人震風 都發局啟動危險廣告招牌巡查機制 包含架設在建築物上的 有疑慮通通拆 工作人員小心翼翼 一天天就拆除了640件 另外健身局開設 三級緊急災害應變小組 加強側溝輕於超過18公里 行道數修剪約一萬3000顆 要預防滂沱大雨排水系統失靈 釀成淹水災情 根據台中氣象站資訊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沿海地區瞬間強震風9到10級 23號到24號上午 累計降雨量平地是80到150毫米 山區更可能出現300毫米 還是要嚴加防範好雨塵災 和平山區果農這兩天急忙 採收雪蜜桃避免釀成損失 由於颱風還沒有遠離 民眾務必做好防災 不能掉以輕心 這裡是網站卻台中報導